一文消息要提供给大家 为在花莲市节约街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不定时的来办理展览、演讲或者是工作坊 而为了让创作者的作品能够渊远流长 特别全新规划了好书铺 期盼鼓励民众以新台币来支持艺术创作 帮助艺术家获得实质经济回馈 也将艺术家的作品带回去延续阅读或者是增长 好地下艺术空间日前举办浮光隐藏多重时代 艺术家摄影书的理念与形式、摄影专书系列展 而在进入好地下的楼梯 下方陈列架好书铺也同时开张 艺术总监田明璋表示 好地下虽然是非营利空间 仍希望在此展出的艺术家 透过贩售相关图书与著作 能够获得实质的经济回馈 除了艺术家展出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协助艺术家的 所以在今年我们就想说弄一个书铺 那书铺主要用意有两个 一个是帮助艺术家如果在 大家如果看完展览之后 还有一些可能性可以去收藏他们的书 然后给他们一些小额的赞助 那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是看完展览之后呢 如果你想对艺术家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通常书的知识量会更大 所以可以透过书来对艺术家 类似像做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书铺 可以做更多的推广 下一档开幕时间是在5月22号 当然在前面有个5月15号 他会办一场工作坊 那这个工作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他会邀请学员来跟他共同的回忆 透过带来的可能衣服 回忆这件衣服跟他的一些关联系 然后再绣在衣服上做一个创作 虽然是个小小的书架 利润微薄 将持续贩售在好地下开展 或办理讲座工作方的艺术家三观书籍 让民众看展之余 意犹未尽的同时 能够透过购买的方式 将艺术家的作品带回家延续阅读或增长 未来也将在脸书粉丝页开辟线上订购 欢迎喜欢的民众多加利用 接着讲邦雅华联士报导